像这样的情况 杨绍金遇到过不少 做农产品电商 最要紧的其实就是品质和品牌 最怕的就是口碑翻车 所以哪怕少赚一点 也是值得的 但是像王花妮这样的农户 一时半会儿没能理解 杨绍金决定 找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 来现身说法 这个视频当时很有影响 一百多万 当时这一个视频 一百多万播放量 卖了很多很多桃子 你看就这个 这段视频里的桃子 是种植户王仁仁种的 在杨绍金的策划和帮助之下 王仁仁的桃子 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 而且销售价比以前要高 杨绍金觉得 已经完成了互联网 销售转型的王仁仁 来做王花妮夫妇的工作 可能更合适 我跟你说 我以前也是卖童话 就是卖给他 一头收到他怀里 他今天想来收 他就收你的 他不来 咱也买不了 咱只能靠他 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 你自己创建出来的品牌了 自己卖 你自己有自主权了 知道吧 咱说了算 我觉得他做得不错 我就是怕自己学不会 还有一样的 我又不多买钱 你看看 你能给杨老师说说 能看他多 给了完钱 我今天先试试 在王仁仁的一再劝说下 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这样 这个保障型呢 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 好吧 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 我给你赶牌人 去给你审情 帮忙审情商表 再给你做一个保障型的设计 设计费 设计费可以 平时不要你钱了 咱自己有同事 把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明年这两个都还你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自己的 还你的这个保障型 这个钱你自己要出来 明年我用自己的品牌来 我可以多买来 可以吧 可以 那行 一万件 共计五万斤的销量 杨绍金和王花妮敲定下来 虽然经常会遇到 这样沟通的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杨绍金还是坚持下来 他相信互联网销售 能够给老乡带来实惠 现在他还有了新的目标 就是培养新人主播 让更多的人 为家乡农产品代言 你看我们每个黄头 个头都特别的大 扣都扣不下来 这些东西 我们还有最后300单 还没有拍的兄弟姐妹们 抓紧时间拍 2019年我们开始 做直播的时候 目标其实是很清晰的 就是希望通过直播 把农产品卖出去 就是以销量为目的的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 就会培育一些 有品牌潜力的农户 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 首先要求农产品要有量 第二个呢 它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 这样才能够 把产品卖得更好